廣深港高鐵的香港段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 有住在尤潭美村的居民近日就發現 村裡魚塘的幾十條錦鯉離奇死亡 損失近8至10萬元 追查之下發現村裡山溪的溪水減性極高 更驗到溪水裡的致牙蜜阿硝酸鹽含量超標20倍 村民就懷疑是負責高鐵工程的港鐵 在他們家附近進行樹井爆破工程 過程殘色的鷹泥夾襲了泥水流入村裡的山溪污染溪水 他們擔心溪水不僅會影響動植物 連村民的健康都岌岌可危 港鐵就回應說 在排放樹井工地的用水之前 已經有嚴謹的過濾程序 承建商又會定期監測 確保水質符合牌照的要求 移運輸及房屋局就說 會持續密切留意高鐵的施工情況 確保港鐵和承建商遵守環保標準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下集見到 下集見到 到達邀 到達邀